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稍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会详细的交代 为了更加有力的统筹上述的工作 我在早前分派了两位局长去领军的 分别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滕华 负责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 还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就负责其他内地公港物资的保障工作小组 当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因为他是管理运输的工作 所以他同时也是肩负这些物资到了香港的物流货运 还有开辟一些新的跨境货运的渠道等等 稍后运输局局长也会跟大家详细的交代 特区政府在抗议的同时 我们是完全明白需要确保市民日常所需是得到保障的 而事实上香港的社会我们的用品食品都是由内地和外地来输入的 所以如果因为疫情的严峻而影响到这些跨境的物流的话 将会直接的影响到市民的日常所需 所以为了确保不会出现所谓缺货的情况 这个部分的工作是至为重要的 要确保这些货品来到香港 第一当然是货源要充足 所以内地在这个方面不光是广东上 还有在各个厂市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援 同时要确保物流和运输是畅顺的 还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可以配套的去做 不会出现一些瓶颈的情况 事实上在这几个方面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最困难的地方是人手 因为香港很多人也是受到感染 需要隔离或者是属于密接 所以他们需要检疫 因此以致协助运输 就是在这个运输链里面的各行各业的人手 都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包括了跨境的开车失火 还有物流业 以致一些把货从货仓上架 运送到超级市场去让市民购买的这个层面 可是这个情况已经在不断的改善 比方说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跨境的鲜活食品供应已经大致恢复平常的水平 而价格也是大幅度的回落 跟其他的抗疫工作一样 在物资供应的这个环节 我们还是致力公开透明 同时是不断的发放一些政府的资讯 避免市民会有误解 而出现了一些慌张 这些每天还有定期发放的资讯 包括了商经局 就每天会有一个新闻公布 会说内地公港抗疫医疗物资的最新情况 也包括了运输及房屋局 也会适时的公布 开辟了一些新的货运渠道 例如在3月2号我跟陈方局长曾经去接手办的载货的火车专链 还有3月11日陈局长也是亲自到了地区去落实 这个在香港有一个接驳方案的试运 所谓的接驳方案就是说在香港的某一些接驳点 由内地的师傅以全闭环式把这些货物运到香港 确保这个方面有保障 还有资讯发放方面 每一天由食物及卫生局联同渔户署 公布内地公港的鲜活食品的情况 包括了当天在这些鲜活食品的批发价 正如我们刚才说 这些鲜活食品的量是稳定 价格也是稳定了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 我们一方面确保了香港物资 供应稳定的各个环节的人士 我要感谢 第一当然是要感谢中央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做到有求必应 也要感谢各个部委 特别是跟商务集经济发展局对接的工训部的专家 他们是真的日以继业的帮助我们筹备这些公港的医疗物资 第二方面也要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再跟我们对接开通这些水路铁路 还有接驳陆路的做货运的大量工作 第三要感谢两地的物流业的人员 还有大量的跨境的货车师傅 他们要适应这个新的货运模式 第四我也想感谢一些企业 他们免费提供他们的地方 让我们做短期的仓库的储存 还有发展商也提供了土地给我们做货物的接驳站 第五是感谢协助我们在地区派发这些医疗物资的团体 还有义工 最后我想再一次感谢市民 在这个方面的工作 他们是非常谅解的 也对我们给了很多的支持 现在有请邱局长介绍一些医疗物资方面的工作 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 各位市民大家好 就是医疗物资的供应小组 是一个特色的工作小组 目的是全力去支援我们的抗疫工作 特别是在前线和社区 如果不能够确保这些那么重要的物资 能够到港 还有就是能够分发的话 其实会影响我们前线的工作 可是这个工作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么样去同中央 以至广东省 以至各个部委跟他们合作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想借今天的机会 讲一下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 在整体上的政府就着医疗物资的采购 每一个部门 特别是医管局或者是政府物流署 是不断地在做这个工作 大家都记得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也有额外的70个亿 给各个部门单单是应付防疫工作 这个是继续会做的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专班或者是工作小组来做呢 因为往往我们看到 为了支援前线的抗疫工作 为了确保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 很多物资是在短时期里面就增加了很多 甚至在市场上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现短缺了 很多时候这些物资他们的来源地生产地 或者是分销网络都是在内地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程药 内地生产 供应研发 而且也是有效的 所以通过这个工作小组 我们通过内地的工信部 和我们在全国各省市采购 有时候会向主要生产商 要求他们调整生产线 专门为工港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主要工作小组 主要是工作在供应线方面 当然我们和其他部门处理分发和使用等方面 在内地工港物资方面 可以说有两类 简单说有两类 第一是中央政府无偿证送给香港 也是我们居需的 过去两三星期 中央已经通过内地的生产商 把三种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中程药 以45万盒的数量就交了给香港 这45盒三个品牌的中程药 有37万4千盒已经在抵港 在香港我们的分发主要两个渠道 三分之二会去了医管局辖下的 18个中医诊所做治疗 或者分发做其他用途 还有一些是通过民政事务总署 分发给在微风抢检的时候派发 第二个途径是三分之一的 我们得到的中程药 会交给民政事务署 交给在全港做抗议工作的社会团体 跟他们合作 做派发 他们不希望在社区里面造成聚集 或者是制造一些人流 也会在网上这样做 基本上来说 我们感谢中央给我们的45万份的中程药 另外一个工作 通过这个协调的工作 中央也已经承诺 会专门为香港供应这些中程药 大家在媒体上可能已经知道了 这些生产商是增加他们的产量 确保公港 我们从销售层面也知道 随着这个调整做好了以外 在市场上这些中程药 是能够已经来到了香港 所以除了赠送的 还有我们也会保证市场上 也要有供应 他们是会维持原有的价格 继续供应给我们 还有一些额外的工作 比方说香港电台第32台 我们找一些专家 中医方面的 或者其他方面的 讲解这个成药的疗效 还有要注意的地方 这是有关中央赠送中药 给我们的方面 另外中央也帮助我们 做广泛的采购 这包括某些医疗设备 以数量来说比较多的重要的 比方说快速抗原测试包 市民本身或者是全港方面来说 都是以快速测试 作为测试新冠病毒的 一个重要手段 除了市民可以自己采购以外 我们也一直也进行采购 通过中央帮助 到了香港的快速测试包 已经超过5500万个 还有我们每天 在分发使用派地的工作 数量也不断地增加 前一个星期可能是 100万剂 这一个星期 我们也在增加 每天可能超过 有200万份这些快速抗原的测试包 通过不同的渠道分发出去 当然分发的对象有几类 一类是我们前线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要确保没有感染 才可以做工作 还有另外一是高危的群体 比方说老人或者院设方面 他们也会做有关的测试 所以测试包是我们提供的 还有在高危工作岗位的清洁工人 还有替我们做污水测试 或者是物业管理的工作 院设工作人员 还有跨境的货车师傅 还有在围风墙检的时候 我们会派发在周围的乌村 这些测试包 同时中央也帮助我们 市场方面的供应也是很多的 快速抗原测试包 无论在种类在数量 还有到港的速度都在上升 有时候你可以十几块钱就买一份 我们也跟销委会推出了一个网上搜寻的平台 大家可以看就通过平台 看看自己买到的测试包 是不是符合规格 符合有关的用途 这就方便市民使用测试包的时候 更加有信心 另外一个最近增加的很快 通过中央采购的项目 是个人保护装置 包括用在专业方面的治疗的前线人员的 主要是医管局最近有很大需求的一些物资 我们通过中央采购 以前医管局会自行做采购 但是最近确诊的人很多 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增加这方面的供应 另外一个方面是设福建 院设方面我们也增加了 罗志光局长也应该提起 这方面我们给前线院设人员的装备是增加了 这方面很多类别防务衣服 眼罩 鞋套 都是数以拜晚计的 另外还有当然有外科口罩 这一方面我们随着需求增加供应 中央所能提供的帮助是从各个地方采购 还有就确保及时运港 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设施 比方说在我们的方舱医院 或者在社区隔离设施 有时候有些装备 我们也需要增加供应 比方说特首提过空气的清新机等等 我们会加强采购 我们日常工作是主要是跟工信部的一个工作组沟通 除了定期的事项会议或者是书信来往 我们也因为我们不断有些调整 比方说上个星期 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已经加了三份要求的清单 比方因为有时候物资的需求来得很急 需要很大 如果在一些方面 如果我们短时期找不到供应 我们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 所以每星期七天 部分昼夜 这些工作都在持续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我们从依赖核酸检测转为 做快速测试 需要的物资也因此有改变 我不断检视我们有关的需求 同时跟内地的工作组紧密合作 还有我跟陈芬恩局长那方面也会确保物流的供应能够增加数量 这方面我们两方面是有合作的 这些物资还有这些物资来得很快 所以传统的仓储的运作压力很大 我们增加了在很多仓储的设备 在九龙财湾等等 我们有两个地方就腾出来做短期仓储 第一个是大家也可能知道 湾仔会展中心管理这个公司是免费 那基本上是他们就是支付了周金 无偿给我们使用 让我们呢在香港岛还有新界呢 有两个额外的有十几万平尺的平方尺的那个地方呢 可以做仓库方便日后的物流供应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供应 以至物流方面在仓储方面所做的工作 简单来说呢我希望市民可以得到这个清晰的信息 就是呢为了防疫的工作呢 无论是不同的政府部门还有前面前线的工作 以至呢就是各个不同的岗位的人士呢 我们会不断的调节我们的工作 也是不分离我跨部门合力的去做 也跟内地跨境双边 还有通过部委的协助呢 我们会不断的调整 务求呢可以把整个物流线的做得更好 特首我要补充的是这么多 陈帆局长 谢谢特首 为了保障内地公港物资的供应稳定 通过跟内地的共同筹划 推动和协调 以去呢业界人士的积极参与 除了保障陆路运输畅通之外呢 我们也迅速的开通了水路和铁路的运输 水路运输方面呢 由内地到香港的海上快线的水路运输服务呢 已经全面的开通 以及呢就不断的提升运力 到了今天呢 我们每天都有定时的航班 支援这个水路货物的供应 其中包括了 从深圳 盐田国际货柜码头 到香港奎清的货柜码头 从深圳的大产湾码头 到香港的奎清 集装箱码头 以及呢从深圳 马湾港码头到香港的内核码头 此外呢 水路运输呢 也会从广州的莲花山港 中山的黄埔港 以至珠海的斗门港 到香港的屯门 珠江码头 以至呢从内地 其他的码头呢 可以运送物资到香港 内地的当局呢 也会按照需求增加这个班次 以3月9号为例呢 从三个深圳的码头 来港的班次呢 已经增加到 每天是有18班 昨天也创下了单天 运送了超过1万吨的货物的记录 达到1万1500吨 根据内地当局 不好意思 根据内地当局的资料 自开行到3月10号为止呢 从深圳三个港口 一共呢 就是运输工港的物资呢 有16900多个标箱 也就是标准的集装箱 也就是20尺的 一共10万7千多吨的货物 其中呢 新鲜的鲜活食品的供应呢 有5000多吨 非新鲜类的物资呢 有大概10万多吨 跨境的铁路 货运服务呢 大家都知道了 从2021年开始呢 已经 2011年停运了 已经超过10年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之下呢 特区政府 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呢 各个有关部门的 通力合作之下 加上两地的铁路机构 以及业界的权力配合呢 我们用了7天的时间 进行了筹备和试运 使到跨境铁路 货运呢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开通 跨境铁路货运服务呢 自从3月2号开通以来呢 运作呢 是畅顺的 为了加大运力 我们也已经 在上个星期三 也就是3月9号 开始呢 是每天安排 两次的跨境的货运列车到香港 往后呢 也会继续 按需求 还有货场的处理能力 逐步的增加班次 截至昨天 也就是3月10号 跨境货运铁路列车呢 已经 一共运送 600吨的物资到香港 当中呢 包括了 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剂 还有防疫的物资 还有抗疫防疫的物资 此外呢 为了进一步稳定 陆路运输的 公港物资的供应呢 特区政府呢 也跟广东省 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呢 加快推进了 在香港设立 非鲜活食品 还有其他物资 集中 接接驳站的安排 我们正全力推进 在第一个阶段 有三个接驳站 也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货运设施 奎冲 集装箱码头 还有屯门的内核码头 以换货 集装箱的安排 就是安排这个接驳 而在昨天呢 也就是3月11号 我们进行了一个 实况的试运 过程是顺利的 此外呢 我们也计划在3月底之前 在新田 锦伯路的用地 进行另一种模式的接驳试运 就着这个情况呢 特区政府呢 是感谢私人发展商呢 是无偿借出用地 新建临时的接驳厂 上述在香港进行的接驳安排呢 是应对香港特区疫情的发展的 急速措施 以减低疫情 对于跨境陆路运输的影响 特区政府呢 是非常感谢 跨境货运业界 一直以来呢 对于中港两地 抗疫防疫 措施的积极配合 保障陆路供应的物资稳定 随着加开了这个水路和铁路的 物资运送的管理 本地的鲜活食品 比方说特首刚才说的 就是蔬菜和日常用品的供应呢 已经回复稳定 特区政府呢 是衷心感谢中央政府 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 一直以来 对于特区政府的 抗疫防疫工作的亲力支持 对于香港市民 是关怀和爱护的 在支援受到感染人士方面呢 我们也是连同敌视业界 设立了这个专属的敌视的车队 租租车的车队 为了就是症状轻微 而需要去医院 就是他们在等待去医院的期间 要获得医生诊诊的服务 他们安排免费的接送服务 把他们送到指定的诊所 并且接载他们回到家里 求诊的人士呢 可以通过专设的预约网站的平台 就是www Vaccinated Taxi Hong Kong 或者打电话给这个电话 日线3693-4770 可以预约服务的 车队呢 是指挥接送 已经预约到诊 并且到指定诊所的人士 希望其他的市民呢 如果不属于 这个立别的人士呢 就可以安排其他的接送服务 随着医管局把指定诊所从7家增加到17家专属出租车的数目 也相应的增加以应付求诊人士的需求 现在大概有400部的专属的出租车可以应付服务 每天有超过4000起的预约 到了今天为止我们说的是已经接载了超过42000次的行程 运输署和业界会密切地监察运作的情况 似乎实际的需求会适当地调整出租车的数目 此外为了舒缓市民对于消防署的救护服务的需求的压力 同时及早地把症状轻微没有病征的患者到社区隔离设施 我们也连同非公共小型巴士和公共小型巴士设立了专利的车队 以支援就是消防署接送有关的人士到指定的隔离设施 随着更多的社区隔离设施陆续的启用 专属的巴士车队已经从原来的200部 就是中小型的巴士车队调整到现在 已经有1000部的大中小型的巴士车队 现在的运作是大致创顺的 为了进一步应付这个需求 我们也正在筹备另外加入500部的租租车 方便消防署去调配 截至3月10号专属巴士车队 已经安排了接送超过17000名确诊人士 进入社区隔离措施 我要说的就到此为止 现在是提问时间 想发问记者请先举手 我们叫你名字 请你告诉我 你所属传媒的名称 然后发问 由于出席的记者人数比较多 每个记者请提问两个问题 而且我们不允许追问 中间这位 有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最近看到确诊人数有所回落 您认为何时才是疫情的拐点 特区政府将具体如何落实梁组长提出的三检等建议 是否会制定抗议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第二个问题是 公务员目前还有多少人在居家办公 如何做到特首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提出的 把所有公务员都投入战场 谢谢 谢谢两个问题 首先 目前好像最近几天 我们看到 每天公布的确诊的个案 是没有上升 那是说起码没有出现了 在好像一个指数时的上升 也好像昨天连同这个核宣连同这个快速抗原的自我申报的大概也是三万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局面 但是由于这个用这个快速抗原测试的自报的系统才执行了两三天 所以看来还是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那现在好像刚才区区局长说 我相信现在每天用这个快速抗原测试的人是非常多的 我们估计啊这个走在前线的抗疫的人员和一些风险比较高的 我们每天可能要为他们提供一百万到两百万的测试包 所以有这么大量的测试在做 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现在没有到 但是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做抗疫的工作希望走在前不是在追落后 所以现在已经按着这个未来这个几个礼拜会出现的不同的情况 做一个规划 那是说要是这个情况恶化 我们更加要加快我们的检测能力啊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隔离设施的这个建立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是这个情况比较好 我们看到这个下降 那么我们就要准备很多给我们已经关闭的出所啊 这个已经啊没有上学的学生啊 以至到在这个入境的限制方面是怎么有一个路线图来开放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新一波的疫情 我们都没有形容这个是公务员是这个留家工作 所有公务员要是不是马上能回到这个办公厅来办公 他在家里面都是这个备用的状态 我们一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要把他这个抓回来 这个放到抗疫的前线 好像现在我们还做不少的一个叫围风抢检 每一次一个大厦的围风抢检 我们大概要出动300到500的公务员 而且也不再集中在几个部门 以前主要是有关的民生事务总署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卫生的部门 但现在差不多很多局都有参与这个围风抢检 那么他就把他的局啊或者部门的同事 把他召回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一点都不简单 是日以继夜的做 邱局长做三务的 但他三务的同事都有参与这个围风抢检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没有很多的公务员在家里没事情做 或者是在家里等事情做 但反而我们也有不少的公务员也感染了 或者是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紧密的接触者 他要做检疫 最新的数据是我们大概有两万多的公务员是感染的 占的比例大概是13% 但是也有不少公务员已经回到工作 这个是好的现象 我相信很多大型的企业都慢慢出现了 有更多的已经感染 或者是在检疫的这个员工 可以扶工 那么可以扶工就能解决 如果刚才说我们在货运在物流 现在出现是过去一段日子出现是人手不够 那现在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第二位 警察局提问 内媒 前面中间那位 你好 我是Nao 电视 刚才提到现在有些物资供应到港了 但是不是到了市民手上 这方面是不是有困难呢 有很多人就转了阴性才收到物资 昨天 说不会限制就是居家隔离的人要戴手带了 这是不是漏洞了 是不是任由他们就上街了 公务市民局已经更新了员工上班的安排 就是富洋都可以上班 这是不是适用于市民身上的是不是富洋以后也不用隔离呢 我想请邱局长补充一下物资的分发 刚才邱局长已经谈到了 如果集中说有些已经确诊了 或者检测阳性 还没有进入社区隔离设施 或者在优先排序方面 它是可以允许在家隔离的 有一段时期 我们在派发这些居家隔离的 所谓抗议的物资包是落后了 因为数量太大了 现在已经追上来了 好像在3月9号 当日就完全可以派发了五六万个这些物资包 抗议物资包 给需要隔离的 就是收到隔离令的居民 这方面的工作会继续 我们会继续努力 希望每一个在家隔离的 或者在检疫的居民 就起码有一个抗议的资料包 里面有些物品 除了抗议的信息 热线电话 如果要去指定诊所 如何使用专属的车队 还有一般会有快速检测包 有中程药 或者有炭热针 还有口罩 等等 我们会尽量做好 在网上应该有一段短片 就介绍整个流程 我在这里也可以预告 明天的记者招待会 是会跟社会交代 家居方面的 我们提供的资源工作 出席的局长 当然是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因为有医疗方面的资源 还有包括民众事务局局的局长 会谈一下资源方面的热线 还有在派发物品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西科办公室 所以抗日方面 资讯科技的 他也就要走到前线 跟物流的承办商 来派发这些物资 给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需要隔离的香港人 关于派发的时候 没有手带 这是经过卫生防护中心 和我们的评估的 这不能够视为我们 说是一个漏洞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抽查的工作 确保如果需要在家里 家居检疫 或者是隔离的 没有离开他们的家居 这一方面 保安局会支援有关的工作 正如我不断地强调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市民自律 和充分合作 但是我们的工作 是有法律基础的 如果有人刻意不合作 不配合的话 我们也会采取法律行动 同样的关于公务员事务局 对于受到感染的同事 他们已经在两次的测试里面 已经变回阴性 如果他们在上班 又在感染的话 那怎么处理呢 我不想在这详细的 好像一个专家的去说 不过每一个这个举措 都是经过风险评估 都是得到卫生当局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尤其是大家以前也听过 当这个CT值去到很高 病毒量是非常低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定的看法 就是它的传播力已经不强了 所以在考虑到其他 其他尝试运作需要的人手方面 也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谢谢 第三位记者的提问 不好意思 邱局长想补充一下 关于分配物资方面的情况 谢谢 这个问题通常都会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小组 是从供应方面进行协调 可是从物资 就是给了哪一些的单位部门 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分发的情况是怎么样 而且当时上个星期 已经有一些 因为我们因应的这个情况 也有转变 上个星期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快速测试包 我们最初只是给前线人员等等 可是逐渐已经改变为 就是在很多围风抢检 或者是社区检查附近一带的乌村 我们民政署也拍了很多 所以当时民政事务处 他们取的这个快测包 已经这个数量是增加了很多 另外就是院设数目也是增加了 过去的两三天开始 随着我们用这个快速测试 可以自行的去申报 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也做了调整 就是很多的快测包呢 已经像特首说呢 就是由资科办 他们的工作里面呢 加入了分派这个快测包的工作 所以呢在这个分派面方面呢 大众市民呢是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取的 还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呢 除了上网登记就是在快速测试已经是阳性 他们会收到这一类的快速检测包 就是他们会收到快测包 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呢 可以每天都进行测试 另外呢我们也没有停止 就是给前线有需要的人士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社区 通过一些社区的义工组织 继续派发给工作单位 或者是地区里面 可能在污水检测这个含毒量比较高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派发的 所以呢是在不断的调整中 第三位提问 后排中间的女记者 三位您好 我是商业电台的 我想问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呢 其他的报馆发现呢 就是在压迫旁边的设施呢 有控制的情况 可是呢有数以万计的人士呢 还没有安排到隔离 在这个方面呢 会不会有安排适当呢 还有一些确诊的长长 他们入住了隔离的设施 可是呢他们是音讯全无 家属也联络不到 他们甚至呢有20多天没有洗澡 等等的情况 会不会是安排适当呢 会不会就是涉及一些通报系统 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 谢谢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呢其实 都点出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人手不足 特别是护理人手的不足 目前呢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呢 有两个部分的设施 一个呢是属于 医院管理局的社区治疗的设施 可以做治疗的用途 也有医管局的医生护士在负责 另外一个呢是属于社会福利署 早前用来做 检疫的用途 也就是说呢有些安老院如果有些个案 他会把在那个院设里面属于紧密接触者的长者呢 转移到这个亚伯的检疫设施 可是呢他现在呢也已经变成了一个隔离的设施 前者呢我知道这个使用率呢是不太高的 因为人手不够 因为医疗和护理的人手是不足的 后者呢使用率呢是相对高的 因为我们一直是有一个配套组 就是社会福利署连同一些机构 或者是私人的承办商 他们会提供护理的人手 同样的大家如果记得 我们为了减轻医管局的压力呢 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设施 就是在一些室内的运动场馆呢 会改装成为治疗及占拖的中心 也是给长者的 因为有些长者的情况呢是比较稳定 或者是在医院可以出院 可是呢没有办法一下子回到安老院设 他们需要有一个站拖的中心 我们管它叫这个holding center 有两个一方面 一个呢是在采群道的体育馆 还有就是在石伟道的一个体育馆 也都开放了 第三个呢也是在起的邮轮码头 有一百张床另外还有七个 我们都想启用的 因为长者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 可是呢由于没有人手 我们还是不能开放 可是呢我们不会光坐着 不工作的 所以呢我们正在做以下的工作 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向中央 是早前做了 已经提出了就是 是否可以安排内地的医疗团队 到香港协助医管局治疗病人 也就是说呢用好这些设施 现在呢我们有压博馆 也有北大鱼山的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可是呢因为人手不够 这两个其实可以治疗的设施呢 还不能好好地发挥 他的治疗功能 这个呢我们已经向中央提出了要求 中央原则上呢一定是会支援香港 可是呢由于两地的制度不同 因此呢需要做一些方案 究竟他们来到之后呢 是怎么样去协助或者是辅助 香港医管局进行治疗的工作 第二方面呢罗志光局长 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是香港的护老院 或者是一些照顾老人家的 照顾员或者是保健员也好 是长期短缺的 是长期的欠缺了大概20%的人手 到了这一次疫情 这个情况呢更加严峻 因为前线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染疫 因此呢这个人手更加短缺 长期已经不够了我们用的方法 当然是本地招聘和培训 可是呢同时间呢也通过补充劳工 输入劳工来补充不足的 所以呢这一次 劳服局呢已经放宽了输入劳工的条件 非常感谢工会呢 这一次呢也没有太大的反对 他们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而社署呢也自行在内地进行招聘 希望可以招聘到1000位 这些内地的照顾员 让他们可以来到香港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好 我刚才所说的设施 可是呢恐怕这个招聘呢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我们仍然是非常的努力 希望可以尽量 把所有已经存在 或者是马上会完成 修建的抗疫的硬件呢 都可以把它们用好 可是呢人手不足呢 是一个现实 这也是大家需要理解的 至于您讲的个别个案 就是有些长者入住了这些设施 未能马上可以联系到家人 我会要求我们 就是负责管理这些设施的同事 跟阿老院设 还有长者的亲属呢 做更好的联系 谢谢 第四位 后排最边的 最蓝色衣服的记者 这位 您好 我是南华早报的 一个呢就是呢 究竟政府有没有 就是定一个目标 就是说呢 它需要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减少多少的个案 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政府怎么样可以确定 香港的百姓呢 可以就是成功的抗议呢 还有就是 有关就是昨天夏宝龙所说的 他说呢 这个在香港的抗议工作呢 应该尽量的准确 好像真就一样 那么香港会做什么 去确保就是更加就是准确的 更加准确的去抗议呢 就是政府是不是同意 他已经就是针对老人 在这个就是注射疫苗方面 会不会更加积极的 确保呢就是呢 不会有那么多的老人家感染呢 就这两个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一直就是在抗议 已经超过了两年多 就是好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 政府呢也需要确定 就是呢 这个抗议的政策 也要根据 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还有就是政府的抗议能力 还有就是得到市民的 就是合作才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理解就是呢 有很多人呢 是非常担心这个第五波的疫情 因为呢 好像海啸式的这个增长 就是呢 确诊的个案呢 就好像海啸式的增加 还有就是呢 很多人死亡 可是呢 我们已经有很长的经验 就是对抗这个19新冠疫情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是相对的成功 我不会说绝对成功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社交距离的措施 就是跨境的控制等等 由于现在我们是第五波的疫情 所以呢 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审视 就是呢 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所以呢 我说呢 在此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不能够很肯定的说 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个高峰 有些专家呢 就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可是呢 我还是宁愿 采取一个比较审慎的做法 我们要检查 未来几天的走势 然后才可以说 我们就是在确诊个案 是不是真的减少呢 特别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我承报的系统 就是这些测试阳性的人士呢 就是通过呢 这个快测包测试阳性的人 他们可以自我申报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 就是这个个案呢 可以下降到一个幅度 根据我们的经验 还加上专家们的意见 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第五波已经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回复正常 就在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都曾经发现 出现这个情况 现在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希望尽快达到目标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什么数目要达到 那就过分简化了 所以说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数目 就可能不太科学 因为我们要同时研究 当时的环境情况 还有就是港澳办主任所说的话 我首先要表示 我非常感谢夏宝龙主任 亲自就是 下了很大 就是非常关注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部委 就是中央的部委 来支援香港 他据我所知 他亲自主持了八个协调的会议 确保香港提出的每一个要求 都得到关注 就有关的部委 都仔细研究 他也在要求他的副主任 就是跟我密切联系 来表达 就转达他的关注 他的对香港的关心 还有向我保证 还有香港市民保证 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一直在支持我们 我就不能够评论 他所用的一个 所用的形容的话 但是我可以说 香港是全力 我们全力在进行抗议 我们不缺钱 我们需要用钱的话 如果要尽快地战胜疫情的话 我们会用的 还有整个特区政府 是一个整体上下团结来抗击疫情 我就不希望有更多的揣测 所以有些部门 有些局很努力工作 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这样 我可以向你保证 每一个政府的局 每一个政府的部门 都在尽力抗击疫情 谈到长者的问题 几天前我公布了一些措施 就是要协助香港的长者 拯救生命 保证他们健康 为了达到尽量的 为老香港的长者 接种疫苗 再尽快做 所以他们是可以在老人的院设 来接种疫苗 我们就会派出接种人员 去验射为他们做 目标是3月18号就做到 我们昨天说 我们得到所有的工作伙伴 就是医疗界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一起工作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会尽我们的所有努力 保障香港的长者 还有当然也保障全香港的市民 这一边 这位男士 香港01 刚才提到中央派发的中程药 当中有一些在微风的时候派发 有些是派到地区 但是有不少专家说 中程药要看个人体制才可以使用 体制不适合的可能有负面影响 以分发的方式派给市民 会不会担心有些市民拿了吃了 才发现他的体制不适合 有负面的影响呢 近日有议员有亲人就是去世 他们他就批评政府没有做好统筹工作 而且没有告诉市民新冠肺炎的危险性 特首你有什么回应吗 首先这些中央捐赠的中程药 是在香港可以使用的 要不是得到豁免 要不是是已经核准了 当然每一种中程药 在药房里能够买得到的 每个市民用的时候都要看一下 盒子上面的提示 指示 我相信市民在使用这些中程药 这种等于利用西药的时候 你也同样要谨慎 我们不是说派给你 就你一定要立即用 我们是拿来派给他备用的 有需要的时候 他也属于这个有关的体制 他就可以使用 大家也不要忘记 我们也提示他们 你们可以请教中医师 有一部分是通过我们的中医诊所派发的 食物级卫生局和连同很多香港的中医业界的人士 做了一些网上的汇诊 还有一些广泛的资讯 电话查询服务 任何市民如果拿了这些中程药 他觉得他不太清楚 自己是否适合 这体制是不是寒底热底等等 我就请他们利用这些中医会诊服务 今天的记者会之后 我会去进会大学的诊所 他们之前落实了一个网上中医的诊治服务 非常受欢迎 应该已经提供了8000次的网上的诊治 诊治的服务 这方面还会扩充 稍后我去访问 希望明天我们谈到家居支援 我可以进一步支援 我们如何提升家居的支援 不论是隔离的或者是普通市民 我们会提供更多资讯 给有关的市民 每一个在这个疫情丧失亲人的人 他们的伤痛我们是明白的 所以我们要尽力工作 在此我想想丧失亲人的每一个朋友 无论是议员或者是普通市民 我们都自以深切慰问 也希望通过全程努力 我们能够努力早日走出第五波疫情 使市民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健康生活 在香港继续到家的工作 继续到家的生活 但是这需要全力 市民全力合作 我们一直会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把记者会结束了 明天早上11点再见 谢谢 you 谢谢观看